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怎麼做輸出的部分 輸出在哪裡加 這裡這邊都已經做好了 在右上角這邊有沒有一個導出 那麼Active Printer 它本身在這種所謂的視訊的剪輯 還有輸出視訊都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你不會看到任何什麼浮水印或時間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想要輸出就是視訊以外的這些功能 那這個時候呢 你還是全功能使用 也沒有時間限制 可是它會在輸出的檔案上面 左上角加上一個他們的公司的LOGO 所以這套軟體我是覺得還可以 這樣我們製作所謂的數位教材的部分是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因為要做影片嘛 所以就用這個把它輸出 好 您可以看到它預設的輸出就是什麼 MP4的格式 檔案因為它是MP4 所以通常會比我現在用的debub video 可以求這個大一點點 但是呢 不會 就是至少跟我們一般的DV入產還是相對比較小 好 相對比較小 那我就把它先按確定 這時候呢 它就開始足以做輸出 那待會呢 我們順便再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從這邊增加了幻燈片 請問PowerPoint裡面一張投影片的時間 預設是多長 如果你各給按那當然沒關係啊 可是如果你是讓它自動播放的話 是不是可以指定投影片播放的時間 那Edit Branded呢 預設是3秒鐘 就是如果你在這邊增加一個空白的投影片的話 它進來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是3秒鐘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是可以調整的 我順便補充一下好了 待會我再輸出好了 你看右手邊這裡 我點到這一張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計時跟過度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可是要注意一下 它預設的單位是毫秒 是毫秒 所以是1000毫秒等於一秒鐘 有沒有發現那是3000 所以您可以自己透過這邊調整 那它有沒有所謂的轉場效果也有 但是它不多啦 因為它本身不是特別拿來做簡報的軟體 所以轉場效果對它講 就那麼一點點而已 了解了齁 所以就是說 我的投影片這兩個在交換的時候 要不要出現那個轉換的效果這樣子 把它持續多久 這個地方就可以來這邊做調整 好 那這樣就可以真的來再輸出一下囉 OK 那我把它還給您囉